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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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吃了很多東西 吃完飯 但應該沒有去那麼寬吧 Hong Kong Hong Kong 其實UTMB是一個170公里 一萬攀升的越野跑比賽 由法國起步便會橫跨法國、瑞士、意大利 環繞三個國家一圈 在我心目中是越野跑殿堂級賽事 亦是最大型的越野跑賽事 很多香港和世界各地的朋友 都用UTMB定義為夢想和朝聖賽事 作為越野跑手一生一定要參加一次比賽 而我在2016年第一次參加 那時是27個多小時就42名 在2019年第二次參加 22小時47分就第六名 剛剛是疫情爆發前的那一年參加 英國說玩完2019年 我很想再跑一次再好一點的成績 其實除了這樣之外 UTMB對我來說還有一個重大意義 因為自己在這幾年的年紀和狀態 都可以算是運動生涯的高峰期 而UTMB也是世界最知名和最有認受性的跑賽事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把自己最好的狀態發揮 在這場賽事 UTMB吸引的地方是風景很漂亮 因為香港最高的山都大毛山900多米 相比之下 在歐洲那邊的山更加宏偉更加高 UTMB的特色是 其實它是一條可考性頗高的山路 而且它是很少人工化 全部都是天然的山徑 又夠闊 我可以形容是一個很普遍的歐洲式的山路 但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去跑的地方是很特別的 因為香港很多是人工化、石屎化的路 跑完腳會有很大的影響 但歐洲跑可以在那些路上很全 很放鬆地奔跑都沒有問題 這是我很喜歡山勁的地方 在景觀方面那裡的山是很高的 例如我們會攀上2500米高的一些大山 空氣、環境、溫度等等 我自己就很喜歡和很享受 適逢今年也是奧運的一年 大家都很全程投入去看奧運 真的看得很熱血、很激情 我很希望我們認識的這種越野跑的運動 在一些超長距離 在一些大山大嶺自由奔放奔跑 這種項目是可以做到奧運的賽事 起碼我個人是很希望的 從自己的角度來說 如果可以 我也很想一生成為一次奧運代表 這也可以說自己是運動生涯最大的理想 來到8月初 距離比賽還有大約1個月時間 自己的準備工作其實已經七七八八了 最密集、最辛苦的訓練 的階段已經過了 準備來說是比以往濃縮的 因為疫情的影響 一直都不知道UTNB是否能夠成功 直至5月22日 才通知會搞 然後才會開始參賽 預備 其實在5月到比賽有三個月的時間 對於一個訓練100英里的比賽來說 是很濃縮、很密集的 所以自己就立即規劃訓練 剛剛開始跑的時候 20公里開始跑到20公里左右 就開始很累了 要很長的回復時間 然後慢慢由20公里、30公里 一直一直加上去 直至我做到第一課的50公里訓練 就開始順暢了 於是就不停地密集地進行長貨訓練 最密的訓練就是7月 一個月1000公里 當中要走10個長貨 50公里以上 以及要走完香港四條大徑 短的就50公里 長的也有100公里 最後比較挑戰自己 就是希望46小時內 跑170公里 以及1500攀升 現在完成的訓練 我覺得也有信心 今年是預備好的 說到訓練 在2019年的時候 參加了UTMB 當時太太給了很多支持我 今年又有不同的情況 在今年 不知我太太覺得 我的準備夠不夠呢 往年大約用半年的時間 去預備UTMB 對於家人來說 就出了很多時間 訓練的時間 在最近幾個月 都理解的 而且都覺得 他慢慢上回狀態 開心見到他好回很多 我怎麼支持他 幫他煮飯 臭小孩 哈哈 不是開玩笑 可能作為跑手 他就要對自己 或者對香港的越野跑 要有交代 但其實他同時間 都是一個爸爸 亦都是一個丈夫 對於他 我每一次比賽 都只有一個期望 就是平安 這個已經足夠了 我會平安回來的 哈哈哈哈 心切蜜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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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的過去帶你到現代 你的現代會讓你向前往一步一步一步 每個人都能夠來這裡 真的很喜歡的 我們有很多幫手很想多謝大家 而且我知道很多香港的幫手很想多謝大家 我都在關注他們的比賽 他們收到很多他們的祝福和玩家有 但我沒什麼時間用他們來答謝他們 因為我想專心去比賽 我希望用好的成績來報答他們 謝謝各位 做一個歌曲 我是要為兄弟 為我一直都認識 我是要為兄弟 我是要為兄弟 學弟 我是要為兄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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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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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